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回來了 接著又關一集 我們要打個命出來 關了天月 上一集的尾聲的時候 天月座的標誌 回來了 見回大家 又是我們一集的星座運程 4年的星座運程 繼續是我們幾位主持 有隻媽 高迪安 還有我的 大家好 和星座電台的聽眾打聲招呼 羅省的L.A.China Central 有隻朋友打聲招呼 還有CannotCat.fm的聽眾 大家招呼 繼續我們第三部分的星座運程 今集我們要說什麼呢 在開始之前 讓大家看看我的網址 自己在這裡 總之在聽的過程中 因為星效我已經說過了 因為調出問題 星效出了問題 所以聽的可能比較辛苦 或者不夠完整 聽的不夠厚 可以上我的網站 自己看回 我所有的資料 在上面 會寫得很清楚 好 接下來 我們上次 最後那個講到 已經是天月座 接下來是誰呢 是他 射手座 射手座 對 很多人想說人馬座 其實人馬座 這個名字很適合 為什麼呢 人馬座 會比較容易出現那個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撈亂 因為 人馬本身 在天文台 在天文台上 有一個半人馬座 那些人會很亂 混淆 所以 其實用英文 原裝譯 射手座 是正宗的 OK 不會那麼混亂 他真的是拿公子 因為 他是一個半人馬的人 握著一個箭射的 所以 人們以為是人馬座 其實是射手座 而半人馬座 真的只有一個人馬 是沒有公子 OK 就是這樣 好了 我們就開始 今集精座的過程 第一個 射手座 射手座的朋友 今年 他有很多經商活動的機會 很多人提供意見 或者叫他參與 進行一些經商活動 還有 今年 他有一個 見逢性質 比較強的聲音 出現了 所以今年 射手座的朋友 如果想做事 順利發展得好的話 第一件事 三心兩意 今年 特別容易出現 三心兩意的情況出現 令自己 原本做得好 應該有機會成功 最終 就是因為自己一個 不知道 種種的原因 總之是做到最多的 差勁 因為自己 想做這個 想做這個 太多做 做這個 做這個 所以這個 就要自己 容易一下 另一方面 上半年 因為 腦筋轉得快 生意頭腦也好 所以 就算沒有人去扔你 自己也可能想去找些事情 搞的 而 銀馬座 射手座最大的特色 就是 很多時候 就自己一份 顧你工作也好 都很喜歡在外面 自己搞談 搞些事情 搞些事 搞些負業 對 很多時候 賠錢和多個政業那邊 經常有這個情況 射手座 很主要的情況 這個是 公司來的 但今年 這兩方面都可以做得不錯 兩方面都不錯 如果你身為老闆 或者主管級的人物 射手座的朋友 就要注意 那你對於員工的態度 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 可能會遭到自己的員工下屬的 保險 受歡迎 或者揚奉陰迷 公製司 公司不分 總之 你叫他做東 他就不做西 那些 因為 太不妥理 因為 太不妥理 那些事情 跟他相處 另外 我怕什麼呢 就是 如果員工之間有糾紛的時候 你就最好 不要做 這個 和事佬角色 之而之之 因為為什麼 今年會比較 容易出現的情況 就是 那個 那 就是 可能 員工覺得你不啡 你又覺得 我工作中間 我也做得很啡 但是 可能員工覺得 不肩膀 還有很多 爭吵 很多麻煩 爭吵 之類的 所以 這是一個 挺 體力不吐好的情況 所以 如果他身為一個 射手座 如果他身為一個 BOSS管理階層的話 你就要注意這一方面 而下半年的時候 如果你從事一些 與金融理財 教育有關 或者法律有關的工作的話 這一群人的 射手座的朋友 運氣相當好 工作方面 有色的表現 另一方面 普通的射手座也好 今年和下半年 和同事的關係 非常良好 而上半年 幫不了手的下屬 下半年的情況 就會有所改善 幫到手的下屬 會多了很多 同一時間 可以得到 身邊的家人的幫助 發展自己的時間 所以 今年 在時運方面 人馬座 射手座 才是不錯的 記住一件事 當年遇到任何挑戰麻煩的時候 記住一件事 在工作領域裡 你愈投入自己的工作 愈能扭轉自己的局勢 看著 都是死的了 又一去 真的不死 恐怕死了 這個要注意一下 而在財務方面 今年又是很麻煩 很容易捲入一些遺產爭鬥事件裡 而不一定是分身家 可能幫人管理 你只是負責 舉個例子 你是一個律師 我是一個遺產信託的管理人 雙方過過過之後 搞到你做了很多事情 不能下屬 因為 搞得真不變遺產 知不知 知而此類 然後你做了很多 但是錢還沒有收著 可能會有這些 虧錢貨罪 也會有 不一定是自己爭家產貨罪 或者 請了律師 不想告來告去 告完之後 打輸官司 還要虧了那份公司的錢 知而此類 這方面 比較容易出現麻煩 另外就是 有機會 是因為自己的 同輩的親朋戚友 而連累 搞得自己要貨罪 但如果你做飲食業 那一堆的 蛇修的朋友 又不錯 有相當不錯的收入 在餐館 飲食業 那方面 而在下半年的時候 就好一點了 有機會得到一些 遺產的 鎮雨 知而此類的 但這個 在哪裏來的呢 可能是在自己的伴路面 所以就代代平安一點 沒有那麼多 有過來過去 有很多辛苦方面的事情 但怎樣都好 記住 無論你下半年得到的遺產 哪裏來都好 你得到什麼 就保留那樣東西 就保留那樣東西 唉唷我有一間屋 但那間屋是爛爛的 不如賣掉它 拿些錢去買股票 千萬不要 因為那些錢一轉手 你再再投資的話 就會虧 沒有那麼多 所以暫時來說 最好是先保留 有股票好 留下什麼 暫時保留 那可能 將來好家好機會 才買 就不怕會有蝕的可能性 在裡面 這個是要自己多點留意一下 感情世界上來講 射手撞佛友 你主意的事情 今年感情會比較充沛 很豐富 很喜歡戀愛的感覺 所以有時候 帶太過蠻沙性質太過重 小一點 那部分射手撞的朋友 就可能會腳踏幾船 很享受戀愛的感覺 但我又不是享受同一個人戀愛 我很多戀愛 很多戀愛 那個戀愛是另一個戀愛 對 所以你們注意一下 不要太過分 專心一意的話 通常會比較好一點 但如果有小朋友 因爲父親的小朋友 重點 感情世界 就會投放自己的兒子 小朋友 女兒 心情 全部的心力 感情 投放在裡面 如何照顧喜倌飲食 玩學校 之間之間陪伴一起玩 之間之間 100%的好媽媽 或者好媽媽 但平時來說 就是這樣 今年 和人相處 出問的地方 就是 兩師都過分吹無求情 好處女座 明明你是石手座 今年做的行為 舉止 好鬼處女座 小心點 令身邊的人 相處得 不太磨懈 認了時間 就是 可能和兄弟 節目哪個關係 比較差 爆條比較多 少摺摺 少摺摺 可能摺摺 反目成仇 都未定的 那你要留意一下 而下半年的時候 因為 人們會變得 不想太多搜索 即是很不捨 很不捨搜索 人家很喜歡 他不是叫居家 他只是把自己的社交主子 自我促生 剩下來 就圍回 那幾件 都是和那幾件一起去 一起去 聊聊聊天 之類 其他人都不想見 不是說自己沒有朋友 而是他不是很想去 不享受和他們接觸 所以會變得 社交圈子會少了很多 那種內心想要安寧的感覺 突然間很有 很靈修的感覺 哈哈哈哈 那現在和婦女相處方面 兩性關係方面 相對地比較壞 但要注意就是說 因為戰略太強的時候 很容易身邊的婦女受傷 要注意一下 因為他們也出現一個暗戀情節 和C座和星座 想起星座 今年都比較喜歡玩暗戀 很不適合他們本身的星座的性格 但怎樣都好 如果單身暗戀下 沒所謂 你本身有伴侶的 就不要再暗戀 那些不是自己的東西 那些就無謂了 但記住 G-0太強 是會轉害他們今年的人際關係 那你自己又要去收拾 小心點 另外呢 健康方面 今年射手座的朋友 注意一下 要給自己的大腦休息 經常會用腦過渡 而令自己 要不就失眠 要不就神經緊張 有些神經失 搞到自己 神經是這樣的 有兩款 要睡得差 之前處女 所以搞到精神狀態差 應對她的工作 OK 那這個要注意一下 另外就是去旅行途中 不要跟人發生爭執 因為另一個 在旅行途中 發生爭執暴力事件 會引致到 性命有危險的星座 射手座 是其中一個 即是說到處女座 對 另外之前就是相遇座 這幾個就是 今年在旅行途中 都會比較容易發生意外 甚至不影響性命有關 更加不要跟人爭執 你所謂出來玩 留開心 沒什麼 就跟人大閃 這樣 簡單的就是 駕駛車 駕駛去旅行 我們很流行 美國最近的路路情況 就會比較嚴重 在公路上開槍 即是 欠一下位 即是 鬥一下肌肉 都會拿槍扁 這樣 今年就要小心一點 你發 給你發 因為其實 好程度上 射手座的朋友 偶然都喜歡開快車 嗯 開快車 過程中 如果跟人家發生的 磨擦真實 就要小心一點 就有些 努力危險 就不太好了 OK 下半年 會比較喜歡養生之道 所以是一件好事 注重飲食健康 不過就像這樣 下半年比較容易肥 蛤 比較容易肥 對 所以這個就要留意一下 OK 接下來呢 射手座 講完之後 生羊 生羊了 我們應該說 不是生羊 我們應該說 摩叫 因為生羊和發羊 很多人經常會很容易 撈亂了 就不太好 那情況之下 我就會 不如 叫回摩傑 正統一些 正確一些 的叫法 所以這個 會比較好一點 好了 摩傑狀 那五個朋友 今年工作上面 就比較有趣 他需要靜的環境下 才能達到他的工作能力 盡量做事的時候 不要太多在旁邊的騷擾 要不然他做得比較差一點 OK 如果從事一些 與傳播出版有關 或者以運輸交通有關的工作 幫協助朋友 今年工作方面 就非常之不錯 各位要注意一個情況 就是因為有時候 文件的錯誤 或者用詞 當然有些分爭 這個也是需要幫協助朋友 自己在處理文書上面的時候 就要多加小心一點 另外呢 今年特別有這個 工作旅遊運的 譬如說很多時候 要business trip 要到處走 也不一定的 而在警察方面 今年仍然在工作上面 是你的貴人 你的幫助 而本身如果你是老闆 或者主管的時候 就小心一點 因為他跟 射手座 是兩個雙輪的星座 會有同樣的情況 就是管理下屬 便要小心一點 和你們做了下屬 又或者下屬方面 有些爭拗 你半顆 處理得不好 那夜來很多麻煩 有的 背叛你 出賣你 不like你 之而此類 那些 要注意一下 而下半年的時候 主要就是 在公眾事務的能力 非常低 也很適合從事一些 心理、銷售、公共關係 表演、藝術 之而此類方面有關的工作 都是特別好的 這方面也發生得不錯 而下半年的時候 因為他尋求他個人的 工作表現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 用一些 如果從事一些 藝術多一點的工作 那種射手座 那些魔戒座 今年是 其實有人做的 總之 那半年也是做的 非常好的 而在財運方面來說 魔戒座的朋友 在上半年的時候 有機會透過一些 與旅遊有關的事務 的地方 累積到自己的財富 有幾好的 不錯 總之今天這個 理財能力非常強 有個小財主的感覺 所以他會透過很多 自己的努力 去怎樣理財 獲得自己的金錢 上半年整體的財運 是不太差 但是 要注意的是 今年賺多錢之後 用了在其他地方 其他地方 就是拿來學習 進修自己 好事來的 我養人的錢是 使得自己 是不會浪費的 因為學了是你自己的 只不過就是 你那年賺很多 你用了很多錢 在那方面 去花費 去學習 但是 韓圓雞 是一件好事來的 所以考到幾個拉屎 這件事 這件事 就是說 有機會 在投資方面 獲得少少的利潤 在上半年來講 不錯 而下半年 他會靠自己的 邪幹能力 什麼邪幹能力 什麼邪幹呢 就是那些槓幹 那些 借力打力賺錢 很有這個能力 咦 誰知道賺錢 很厲害 我在旁邊 靠波打暈 等於借了他的勢 我就可以賺了那份錢 等等 等於他 現在全世界都興建 這個 菠白奶茶 那我就借了個勢 開菠白奶茶 總之 就是 靠 旁邊一些的 和律事物 機會 之而此 而令自己多了一個 賺錢的路數 這樣 這個是一個 在下半年來講 這個算是一個 不錯的一個能力 總之 尋求自我增值 是今年主要提升自己財運的一個必備手段 可以這麼說 所以 拿到錢來學習 都是好事 可能上半年學完之後 下半年就已經可以用得回來賺錢了 所以他今年的財運方面 是多元化 多不同的地方 可以有的收入 所以相對來說 摩蟹座今年 在下半年的星座當中 摩蟹座是一個比較 不錯的一個星座 而感情方面 他就是喜歡和人聊天 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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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美食 之而此類 而他分針和合夥關係方面 上半年會比較 過分的樂觀 如果伴侶 剛好是好的話 他那種樂觀的正格 也不會有什麼影響 但如果 他伴侶本身有問題 他這麼樂觀的話 可能 雖然第三方搞 搞破壞 他還是猛下五下 就是 頭頂一滑油油了 哈哈哈哈 他竟然是無所覺 這樣就要自己收拾一下 另一方面來說 對於交友 或是 結識伴侶 結識對象的一個心態方面 今年會比較 熟悉一點 會認識朋友也好 認識部女也好 會教什麼出身 什麼家底 什麼學歷 這個出身這麼低層的 不要跟他玩 或是這麼低層的 我不想跟他一起 之而似的 會帶有一點 一個 很工利主義的 去跟身邊的人相處 這個要自己 自我調整一下 OK 而最大的 是什麼呢 今年他會在公眾 公開場合 或者 大家朋友的 Gathering裡面 他很喜歡 扮演笑 你會不會學會 嗯 但是你知道 摩基作本身是一個悶鬧 來的 一個悶鬧的人 他講搞笑 那你 就會搞到場面相當尷尬 好痛的 對 懶到呢 上上最殘忍的 身邊的朋友 不用得罪他 就會覺得 我應該要笑的 這個表情 我不是應該笑笑他好呢 但真的不是很好笑 怎麼辦呢 所以今天 這個是一個 在Gathering裡面 會出現一個 比較淡大的場面 來的 這個要 自我衡量一下 你的笑話 是否真的很好笑呢 就好像我說的 是不好笑的 但有些人經常聽我 在那裡笑 所以說 我見過那些觀眾的 就是 笑笑笑什麼好笑 那你笑什麼 他們不明白你 是 因為我自己覺得自己好笑 我笑我自己 好笑笑笑 下半年的時候 她的婚姻 屬於 兩性關係 都屬於美滿 因為她對人好 可以悶娶到 好受歡迎 之類 而單身的 柯兒女朋友 下半年可能會有 結婚的通道 她可以贏 如果剛好 你還要是 紅星入命 天理星 入命 那兩個生肖 這兩個生肖 如果你是魔忌在的話 今年是一個非常好的結婚 一個季節 一個年份 雖然明年是萬年 有很多人說 萬年不適宜結婚 不是的 萬年都有好日子 在好日子裡 一樣可以結婚的 萬年 OK 同樣 同樣 在工作的地方 有機會認識到自己的 擔心心 悶 朋友 或者 你的伴侶 在工作上 今年是會很有幫忙 有時候伴侶的幫忙 不一定是落手 她幫忙 那時候是什麼呢 例如你的太太 家裡 幫你照顧 照顧 所有 家裡所有的大小事務 你可以不需要再投放 精神 怎樣去 那家的東西 你可以全程投入工作 去賺錢 這也是一種 另類的幫忙 或者 她幫你省了很多錢 她幫你 死了很多錢 這也是一種 台庫的收入 或者 你要買一件東西 你要去 有東西壞了 你知道嗎 你的伴侶 會很細心幫你 慢慢把價 找到最便宜的價錢 你又欺負了筆錢 這也是一種 所謂的財富的增益 總之 今年的伴侶 在下半年來 是財務上的一個很幫助 而健康方面 魔血作朋友 注意了 在旅行途中要小心一點 因為今年的 整體很多生肖都會出現的情況 就是和人善殺 然後引起的傷亡事故 那些就要注意了 另外就是玩遊戲的時候 小心一點 意外事件 很多生肖都有這個問題 要注意一下 另一方面 魔血作朋友 如果今年發覺 身體有什麼不妥 感覺到 怪怪的 快點去檢查 去檢查一查 因為 有機會暗藏了 長期潛伏的疾病 而你沒有留意到 而驗出來的話 做好一點去處理 就有機會是會好很多 如果我怕恐慌 有什麼冬瓜豆腐 那就不太好 沒錯 自己留意一下 半年 除了自己的身體狀況 比較差之外 安健康朋友 下半年特別容易出現 工業意外 會出現很突然的 引起身體的健康問題 或者 病了 去找醫生 找來找來找來找到 溶醫 癌得不好 或者開錯藥 之類 如果今年 下半年 如果身體 突然出現很無厘頭的 腫痛 之類 我醫生檢查完 醫生跟我說 沒什麼 沒事 沒事 可以 如果你不信 你可以嘗試找多一個 第二回合 找多一個醫生 再詳細一點的檢查 因為 你今年比較容易找到 不太細心的醫生 不認到病實惡化 好了 我們先休息 我們講完兩個星座 所以回來 會講完最後的兩個星座 我們待會見 你現在在聽 Cantocast.fm 一個以廣東話為主的 podcast channel cantocast.fm 去我們網站 或者社交媒體 和各大podcast平台 找更多podcast節目 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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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kakw d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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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玩,不玩,無論如何都不玩,他都提醒了,為何你不玩,然後他兒子就說了一句話,那時候那些船上沒有人都下來了,應該是輪到他們上去玩的時候,下來了之後,他兒子指著他的木馬,那個老叔坐著不停哭,一定不要玩 鬼同你,WOWGAY,順不順,遊靈,歡迎大家收看,遊靈開始,我是Cat,和拍桿Con,和大家見面的,在開始之前,記得要Follow我們的Facebook,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每個星期上來都會錄,還記得逢星期一,凌晨凌時,收看我們遊靈開始,38.2台本地頻道 星島中文電台,是三番小灣區,專業的新聞資訊綜合電台 並通過星島電視手機應用程式,星TOW TV,24小時高清廣播 收聽星島中文電台新聞接播室,首次為你帶來一支新聞提要 星島中文電台,現已成為灣區,最具影響力,和權威性的中文媒體 我們是星島中文電台,越語帶,優質的節目 無限的創意,靈活的現場直播 資深專業男女主播,深受聽眾歡迎 星島中文電台,點綴生活時刻精彩 天愛有天,人愛有人,世界之大,無奇不有 你有沒有興趣知道世間上,各種不同的奇妙物語? 資詐移民旅,帶你走進奇妙世界 資詐移民旅,出動時間,星期五,兩點到四點 對,我們回來了 對,我們回來了 對,我再調整這個音聲 對,繼續吧 如果剛才聽了所有的事不夠清楚 尤其上一集,就上一集 那個SUNDA就出了些問題 如果聽不清楚,不要緊 我網站,對,官方網站 網站沒問題,OK 網站不會有回音 對,要看詳細細細細的運程內容 好,接下來我們到最後兩個星座 哪兩位 可惜我蝕水瓶座 可惜我蝕水瓶座 但這是很穩困的 什麼,最愛是流淚 我水瓶座人呢,真的比較少流淚 如果你很喜歡最愛是流淚的水瓶座 首先你的名牌裡的上星星座可能是雙魚座 哈哈哈哈 如果不是正常受感傷 計算的定座來說 就不太容易流淚 因為它是一個天性開朗 很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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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會為了感情潑而辦老 因為它的心態是把所有的感情 投放在所有人身上 它是博愛 它不會集中在某一個情況下 它流淚的話可能是 世間漫漫漫漫漫漫的悲哀流淚 那種可能會流淚 但不是最愛流淚 哈哈 有個歌唱到什麼 為了感情最愛是流淚 這個是騙人的 哈哈哈哈 這是雙魚座 沒錯 可能它上星是雙魚 或者它的名牌裡面雙魚座很強 但是單單水平 不是,抱歉 OK 好了 遲我拉出去打 哈哈哈哈 哈哈 不是,遲遲可能 回船廳 順口就填這個名牌 這樣 這樣 其實雙魚座 那些流淚 可能會 骨音門 好像不太大 所以是水平 哈哈 好 好,水平座朋友 你好 正式來說 應該叫寶片座 嘩 水平呢 就被人這樣想 沒有聽 因為 不知道是香港裔還是台灣裔呢 我可不記得 但是 譬如日本是用正宗的 寶貧座 沒錯 寶貧座 是很正宗的 OK 好了,寶貧座朋友 那今年事業上要主要一件事 你特別容易因為一些宗教問題 而引起法律的麻煩 我們在工作場所裡面 小心點 不要針對什麼宗教歧視啊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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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引起法律方面的麻煩 而引起一個事業的發展 就算普通政府文件 任何關於法律方面的事情 今年也要小心點 因為今年 水平座朋友 在事業上 特別容易因為法律方面的麻煩 而令到事業有一個壞的影響 這個是要注意一下的 在生意經驗上 容易因為嚴重的錯誤判斷 令到自己的發展 也受到一個很大的影響 所以今年 嗯 這方面 真是 一般的 現在下半年要注意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 如果你從事一些與旅遊有關的行業 運輸 之間有關的行業 的話 下半年就有不錯的利益 另一種就是 透過一些與寵物有關 例如養寵物 照顧寵物 美容 之間 如果你做過這些行業的水平座朋友 就非常之好 那 發展方面 應該多了很多的利益 還有 下半年裏面 寶瓶座朋友 有機會 有花營的幫助 工作上發展得不錯 即是下半年來說 我平常是貴人 比較上半年 比較多 一上半年就有問題 下半年會好很多 而工作方面 要去出國 即是可能去進修 公司法律進修 或者是 business trip 之類 下半年就貧得多些 很適合寶瓶座朋友 因為寶瓶座本身是錯不定的 他需要周圍走 即是有幾個星座 是絕對不可以坐定定的 在公司裏面做事 一個是 首選的就是 一個人馬座 寶瓶座 寶瓶座 另一個就是 達人馬座 另一個就是 寶瓶座 這個星座 你坐定定 在做死一份 做的事情 對於他們 只是 插一個蛇蟲 無可受 無可受 即是他們覺得 每天 朝九晚五 一二三四五六七 做完收工 他就覺得 你成了一些不得 傻呀傻呀 這是工作來的嗎 這些 所以 通常這些星座 通常都是 喜歡做自由業 或者自己做生意 這樣 會比較好一點 而 私座 他會比較喜歡 他不是不喜歡自己做生意 如果他打工 但他要做CEO CMEO CMEO 那些都是適合他做的 有些分別的 好了 下半年 因為他有機會出負 的關係 所以他心情會更加愉快 而下半年的時候 他也是高進力 回復信心 做得會比較好一點 總之說 那位做朋友 上半年就不太好 對 犯法 那些事件 下半年 都會信心很多 所以 如果有什麼大計 發展 或者做什麼 改動之外 選擇下半年 會比較好一點 而財運方面 會受到 身邊的親朋戚友 兄弟姐妹的影響 一樣 那些 那一集 就幫你賺錢 那一集 就累你破財 要你虧錢 OK 如果你是屬於那些 寫作 喜歡寫作 那些寶瓶做朋友 遠講 溝通教育那方面 那方面 在上半年 這一集 全部都是 不同的賺錢 渠道 都可以幫你賺取不同的財富 而上半年 更加會容易 跟自己的 兄弟姐妹 這個兄弟姐妹 不單是親兄弟姐妹 是 跟那些兄弟手足 所謂的 清兄道弟 那些朋友 那些人物 跟他上面 會有一些 金錢上面的牽扯 但這種牽扯 很多時候 都是有利潤的 即是跟他一起合作 一起投資 或者托他們 去做一些 幫你賺到錢 之而此 那些事情 全部都挺好的 不是一件差的事情 但 所以提到什麼呢 一人際關係 破壞了 你的財務 就會即限下降 即是說 在今年上半年 這個人際關係 就是你的 收入的重點 要注意的一個關係 好 你就 豬肉入水 一碎了的話 那 那 那 下半年 主要有一個情況 就是 手頭上的資源 亂用 不懂得賺錢 但同一時間 不懂得洗錢 就是左手來右手去 那 如果家裏做生意的話 那 要注意一下 今年可能會自己親自去裝修 有些送的袋 而 所謂花費了筆的錢 但是 裝修完之後 又 因為吸引了新的客戶之後 又賺回筆更多的錢 可以這麼說 今年 這個下半年來講 保平壯的人 叫做什麼 小房人不出 賣財走 這就是要小心一點的 OK 另外 有機會下半年 跟剛才這個星座一樣 或者錢回來 就可以進修 是好事來的 但是同一時間 你會出現一個情況 要注意一下 今年有機會 下半年的時候 就因為 亂用的花費 而這個花費是什麼呢 就是家人亂用的花費 有一個花費 然後你不去還 如果你是為人父母 你主要的情況 你的子女 可能今年 亂用的放錢 然後拿回一張卡 拿回來 爸爸媽媽 把錢送給你 死大了 所以 屋子會累累破台 我們下半年 而感情方面 感情方面 要注意一下 感情方面 跟自己的兄弟姊妹 就少了一些聯絡 少了一些溝通 但都OK的 反而你相聚得多 可能還會多一些 少少的爭執都未定 OK 因為他們會帶來一些麻煩 製造一些的謠言 和是非 那方面的事情 而上半年 有機會出舅去旅行 或者如果 有可能是 加入一些團體 和機構 而參與一些活動 一起出舅 即是可以做黃國界醫生 因為保平座的人 很喜歡做黃國界醫生 那類的工作 你會在 這些 國際救援組織機構 慈善機構裡面 你會看到很多 不是保平座 而是雙魚座的人 因為他們比較博愛 他們的愛 不會單純 我只是男女之間的愛 可能對動物也好 有愛 對傷殘人士也好 有愛 所以戰火裡面 受到災禍的人 很有愛 那這些亞人 多數都是 保平座 和雙魚座 特別多 所以 可能他們 因為他們 今年的 會投放精力 跟隨著 隨著 他們到處拯救世界 哈哈 哈哈 這是一個好事 這是不是一個壞事 因為 下半年 人的關係 比較奇怪 就是來得快 去得快 死了一群新的朋友 很快就沒有拍 很多 新的朋友 全都是HELLO FRIEN的感覺 就是不長 轉頭就不現拍 會比較多 這個情況 這就是今年的 人質關係 情況 情況 比較容易 和 柯真這些 可以這樣說 看下半年的 保平座朋友 主要是 朋友和朋友之間的感情關係 你最好不要參與 譬如朋友和伴侶 有些什麼 就不要想說 我幫他勸一下 因為很容易 在他那些 那些 關係 可能 你不是有那個 心 你打算做 磨事 撈膠 撈膠 突然間 我 忠鬼了 忠鬼了 很尷尬 很尷尬 我不是來 勸奸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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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另外就是 今年 比喉嚨 經常出事 注意一下 飲食營養均衡 不要太過 那些 四川火鍋 麻辣湯 那些 不堆入口 今年要小心一點 喉嚨 比較容易出現 無病 而下半年 多數是因為 工作過爐 影響身體健康 這個要注意一下 另外就是 旅行途中 同樣地 不要和人身體 因為都是那一集 新星座 真側就會出現 這樣 這個要注意一下 好了 終於來到最後的 雙魚座 雙魚座 我們兩位朋友 終於捱到最後的 先轉Logo 先 消失這個 下一個就是雙魚座 雙魚座的朋友 今年 在工作方面來說 他有實際的組織 運作能力 組織能力 非常之強 平時來說 雙魚座做事 都比較有油 我不是說有油 不是說有油 而是他比較 徐勝 或者是 比較 不太過 座耳 可以這樣說 心體 做 心情好 做得非常出色 情不好 他隨便交行貨 都是這樣 而今年 他具備了實際的組織能力 所以 還有 他有 之前 所有學到的 不同方面的知識 今年全部都有機會 用得了 所以在工作方面 他花了很多 心思時間 去做 做得非常之出色 唯獨是 因為 今年的心理壓力 他自己比自己很多 令自己不要急躁 而這種急躁 就妨礙了自己的進程 所以今年 雙員座朋友 多給自己的信心 今年還可以 還有 慢慢來 有些事不可以 一步進 如果你 保持 一步一腳印的方法去做 今年的工作事物 相當地 上半年說 不錯 而下半年 就要注意一個問題 如果你是喜歡玩藝術的話 原本是很好的 因為很多雙員座都是藝術家 雖然藝術家 就是正在創意模特 和藝術方面 當然他創得挺好的 但是為了事實 他不夠專心 即是 突然間 我想寫一本書 然後 不是很不想作手 先 即是 不專注的時候 兩樣東西 即是 兩頭不到網 書 寫了一半 就寫不完 首歌 寫了一半 天生的曲 就不寫不完 不寫不完 哈哈 即是 搞得浪費了自己的才華 這樣 這個要注意一下 而在創意方面 下半年的運氣也挺佳 不錯的 即是如果你喜歡創意的話 可以試試 但多數創意的那些 喜歡藝術 寫作有關的 就會比較好 因為你都是偏向那方面的才能 你不要這樣突然間 做一些 不是拼你所專長的事 突然間我會想 去武術學校 這樣 但我不是打拳 我純粹是 請人回來做的 這樣就不太好 做一些 力有所及 是你自己的專長 會比較好一點 例如你 明明是一個畫畫的 可以開一個畫社 雅畫畫 那當然沒有問題 就沒有 我喜歡畫畫 但我想今年創作畫畫 在手指甲上面 開一間美甲店 這完全是一個錯 破錯錯 OK 好了 財務方面 今年有機會 有名才會有利 OK 但個人 在理財方面 又會很重要 用年才去衡量 判斷一件事的價值 但本身相遇了的人 不是這樣的性格 今年會做錯這些決定 之後 就會開始後悔 我不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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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要注意一下 而另一方面 今年 財務上半年來說 是會受到一些 有機會 因為 被一些債營的機構 或者團體 去邀請 幫他做事 而賣了一些 压了我的收益 小心 小心 不能一剪 真的 要不要剪掉 OK 在那 很厲害 上半年有機會透過貴人大協 貴人指路 多了很多運氣機會 除了剛才說參與團體邀請 有很多貴人指路 上年的財運算是不錯的 而下半年 賺錢方面也很強勢 透過很多幫人理財 幫人管理財 或者用別人的錢投資 錢穩錢 所以今年在財運方面 相亦做是一個 挺好財運的一年 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所以都是靠別人身上 靠別人的團體 靠貴人指路 靠貴人幫別人理財 然後再分給你 資而此類 有很多方面 這方面的錢穩 都算是一個財運好的一年 而在感情方面 有機會 透過旅行 班學 或者參與中等活動 資而此類 相對的 上半年 跟外國人的關係特別好 所以 無論生活在美國 或者生活在亞洲地區 其他不同的國家 今年跟外國人有緣 即是體育 有緣不有緣 認識了新的朋友 甚至跟合作做事也有 甚至大協力賺錢也有 甚至乎 炸過外國 吵了老婆 跟著一起去移民 之而此類 很多的地方 都算是一個 比較好的 訓復點 可以這樣說 而在下半年的愛情 感情世界裏 比較 博愛 和他將自己的愛心 向外擴散 OK的 幫助很多人 但自己個人的感情世界裏 就過分出了浪漫 可能會多了很多時間 用了很多時間 跟伴侶場 去聽音樂 看電影 逛街吃飯 所以 關係應該是不錯的 只不過 多了很多發展戀情的機會 所以如果你有 負定伴侶的話 就要留意一下 不要太過分 多姿多彩 如果你是單身的話 那就正了 多了很多機會 可能會認識新的伴侶 跟伴侶 可以享上自己的二人世界 這樣 如果是為了父母的朋友 今年 子女方面 因為 各個子女很出色 你的面帶 你很開心 和子女相處 都是一個不錯的 而本身 同樣 一聚眾 你就負責扮演 好笑的角色 他跟這個 魔戟座不同 他有藝術感 他有些搞笑 真的可以少得出的 不一樣 魔戟座那些搞笑 未必令人少得出的 這個要大家 集散一下 OK 臉床方面 雙座的朋友 今年 很多時候是因為 潛意 潛意 深深暗鬼 更所謂的那些什麼 疑病症 其實是沒有什麼的 很多時候 心理方面 尤其是如果你是扮太歲的那些生肖 就更加 像我狗那些 未必真的多病 可能是因為 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 懷疑自己病 覺得自己是病了 知而此類 那些問題出來 所以今天就繼續了 心理病最多 如果實際有問題的話 是比較少的 OK 另外呢 因為 你心理病 覺得不好 自己嚇自己 其實搞到自己的神經是這樣的 我是不是生肺炎 我是不是什麼 搞到自己會什麼 一夜脫髮之類 很多時候是 心理造成的 未必真的有那個問題 而下半年的時候 就發覺 下半年 真的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身體狀況 不是比較容易病的 但又不是有什麼問題 很多時候是由於什麼 太過消耗了精明在一些交際應酬 就要留下場所 留下時間 令到自己呢 就休息不足 所以身體差了 不是因為真的有什麼 特別大的病風 所以不要喝那麼多酒 這個要注意 因為其實今年呢 整體來說 雖然身體健康 不是那麼差的 很多問題都是 你自己弄出來 自己嚇自己 自己弄病自己的 OK 好啦 抱歉 抱歉 我覺得是你 半長的12歲 半長的 因為錄了三次四次的12歲 十二星床 我真的想吐 現在這一次呢 聲音感已經算是最好的一次了 希望 遲些我們的技術總監 幫我們搞點這個系統的時候呢 希望下一次在說 新潮運程的時候呢 聲音會變得更正常一點 不要現在這樣 不要這樣 聽回去年那個 如果再搞不定的話呢 那我手錄牌已經翻譜了 立了立了 你再搞不定的話 就剪掉了 不要做了 這個節目 嘩 所以我希望呢 快點解決這個聲效了 是 以上頭很大的壓力給你們看 哈哈 我的上頭很大的壓力 OK 多謝大家聽到這幾集的 星座物情 如果 你們覺得 聽得不夠 過癮 或者 資料不夠詳盡 你想再資方一點點的話 記得呢 就是我這個 我的專屬網站 在這裡 是的 上面有了 星座運程啊 新潮運程啊 流涼運程啊 世界整體大圍那個 我未必寫好 因為那個比較花時間 我要慢慢再寫 因為明年呢 是比較複雜一點的年份 因為 這是戰禍之年呢 是 今年的年尾 就已經提早了 出現了 嗯 已經在這個二三年出現了 嗯 就是 譬如 以星座運程啊 原本應該是在下年才到 已經提前了 差不多 將近幾個月 已經出現了 所以呢 下年 這個形勢可能會更加複雜 都未定 那 那我要慢慢去批寫 所以我就 甚至未做完 其他一些星座啊 新潮運程的呢 已經搞定了 已經在上網上面了 那你可以上網自己去看看 那 不用多留年 風水報告 報定局 幫我自己解決問題 好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